今天的追星文PLUS 我们先带您追航空业 我们都知道武汉肺炎重创的新远航空 但其实不止新远 连我们的国航也受伤了 根据华航方面表示 他们将实施主管减薪措施 将会从2月16号开始 国内的各级主管 以及外派转头事业主管 会本薪调减10% 而要是之后的疫情状况 再来做薪资上面的调整 而另外呢 为了避免这个损失过大 中国的春秋航空导式 把他们的票价给大幅的降低 譬如从日本成田 飞往上海的单程票 要降到1500日元 这大概换算台币的话 是新台币409块 而日本左赫飞到西安的单程票 也下收到只剩新台币27块钱 哇 你看这个下降幅度 到底有多大 而不过在这个时候呢 中国透过媒体宣布 病人出院的好消息 甚至还有在深圳也传出说 台湾人出院了 痊愈了 不过现在根据CNN的报道说 这些出院之后的病人 他们曾经被隔离过 但现在还是持续被留在 政府监控的饭店里头 这代表这些病患是真的痊愈了吗 当然还是个大问号 不过为什么要一直怀疑 中国大陆在防疫上面 所做的努力呢 就是因为很多的数据 透露出了让人难以安心的讯息 我们来看一下湖北 现在目前的疫情状况 我们截取了四天的数据 根据这份图表 在2月9号的时候 这个湖北的确诊个案 2618人 新增死亡91个人 那到2月10号的时候 是新增的个案是2097人 死亡是103人 你可以明显的发现在2月11号的时候 1000多人 死亡人数是94人 确诊的数字下降了两成 从这个地方看起来 好像疫情获得控制了 结果没想到2月12号 直接几乎是笔直的往上升 一天暴涨了14840人 死亡人数多了200多人 这个增幅是多少 742% 这样子的幅度让人很难不怀疑 说这个数据上面 是不是有手动调整的状况 央视对于这样子的态势 他们怎么解释呢 他们说这是因为 他们已经把这个 临床上面的一个症状 也把它算到了确诊的通报里头 什么叫做临床症状呢 好 就是说 那个环球日报 他就访问到了流行病的首席科学家 好 他们解释说 临床的诊断病例 就是说实验室还没有确诊 也没有检测出阳性 但是我只要看起来说 这个病患呢 好像有这个征兆 有咳嗽 有发烧 好像是武汉肺炎 我就认定你是确诊个案 那还记不记得 先前我们有告诉过您说 习近平下当指令 应收尽收 那这些新收进来的病人呢 从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还是被官方 是全部排除的一个状况 那所以呢 现在这份数据全部纳入 那等于几乎是二手修正的结果 也就是为什么 你在这份图表数据当中 你可以看到前面好像都是纤维数 到最后一天 也就是2月12号的时候 居然一口气暴涨万人的原因 不过另外一样要讨论的事情 是到底为什么蝙蝠 从先前的SARS MERS 再到伊波拉病毒 为什么都说是病毒的源头呢 好 最近美国有一名专家 他的名字叫做Mike Boots 他研究就发现了 蝙蝠的免疫系统 会产生所谓的干扰素 好 那这个干扰素 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呢 就是第一 它可以避免这个细胞损伤 而且还能够促进病毒 快速的复制 最后达到病毒的传染性 但是人类就是因为 没有这种快速免疫的机制 所以当病毒传给人的时候 他的致死率非常高 再加上我们先前有告诉过您的 这回的新型冠状病毒 他的传染力跟致死力都很强 所以广州的第八人民医院的主任 最近就形容了 说这回呢 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呢 病毒是狡猾 但是不凶狠 那先前的SARS呢 是凶狠 但是不狡猾 他用这样子一个方式来做形容 是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